秦巴山区 中港村 坡斗湾齐 交通不便 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交通不便 老婆的 路旧通大 我应该最少得高个五万块 六十岁的丁家美 与八十岁的老母亲生活 看不清楚 由于眼疾和肺病 家中缺乏劳动力 在政府帮扶下 种植了结梗和悬参 一年你收拾就这么多 下一晚还是主要是 让你养的风筝 你觉得要不要的 还要帮着养一群 中港村如何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攻坚日记 持续关注 立下时节 重庆市乌西县白天的气温 大约28摄氏度 海拔1300多米的中港村 温度还很低 建当利卡贫困户 丁家美的女儿丁申菊 正帮着体弱多病的奶奶 她们为了一天 丁家美妻子离家出走 她和母亲把女儿拉扯大 现在住的房子 是45年前建的土木结构 房梁由木头构建 房顶由老式瓦片覆盖 因年久失修 房屋处已经破旧 土坯的墙角也到处是窟窿 能重新修缮房子 成了一家人最大的期盼 我们农村打的都是那种土墙 但是它那个地球 它比老鼠那些 它是老鼠打的都 把它掏空的 它这个墙面是完全砖头了的吗 它这个它是老鼠 它慢慢地球 它是用石头研究的原来 它那个里面房子里边 还有很多石头的吗 它是含着那种 一把石头打到一起的 它开它骨头 那它里面去扛什么 我还是觉得有点黑 不要今天把它对多了 第一书记李俊峰和村支书刘永举 近些天正为丁家美修房子的事情忙碌 这都是好专的吗 这都是好专的吗 这都是好专的 对 扶了一道都专成这个 仔细查看完房子挤出危险的地方 村支书觉得 这房子确实需要尽快维修了 返回村委会后 商量着修房子要多少钱 但这笔费用从哪来 这个丁家美这个部队呢 就是因为她这个房子 十五十年代 靠修建立这种传家 还有底下的土肥 丁家美全家一直靠种植六亩多地中药材生活 被识别为建档利卡贫困户后 丁家美有一个公益性岗位工资 加上低保金 一家全年人均收入约五千元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这也是多年来没修房的原因 丁家美就是我帮助一说 我看来她说 调节呢 我觉得房子不是什么样的东西 首先她说 挖子肯定不得了 按照缺什么不什么的运作 微服平均不准0.5万元 就是五千元钱 五千元的预算感 充不充分 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的话 如果预算有多的话 你看她的一些贴所的 国外改用 还有那些问题没有 异地搬迁和微旧房改造 有着严格标准 丁家美家的住房 达不到微房标准 不过 乌西县2019年 有一项新政策 旧房整治提升工程 把像丁家美这样的贫困户 纳入范围 五一节假期 村干部们带着工人和材料 赶到了丁家美家 八十多岁的刘谷菊 高兴地给女婿打电话 讲家里修房子的事 我们在护物围 回来到门口 那里里里里里里墙 你是影哲是吗 对 那里买什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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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他们 他们现在就骑着花 妈骑着光环 临近中午 15岁的丁申菊 开始张罗着做饭 自从她八岁开始 丁申菊便懂得帮奶奶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人家务事 奶奶特地嘱托孙女 修房子是家里的大事 工人们也干得辛苦 把他们平日吃的主食土豆 换成了白米饭 还拿出了春节保留到现在的腊肉 鲁子切尖都过来哟 我说鲁子切尖都过来哟 我来把你切的 把你切的 油好像有点小块块 那我把它切完了吗 炒过来的 你切完嘛 好的 很好吃 糖 油 油 水 好了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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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又一天穿那么一点点哦 它烫好喝 那高度冷冷冷冷你也不多穿点 脚八倍磨完的时候 那么黑球黑球的外头还那么冷 一口就等着手要把人扇轻的哦 它是吗 它在外头吹了个凉风有没有是好脆的 我给你说一下 你晚上磨的外头吹风就不行 如果露子干磨吹着嘛 整干嘛的 不然铁得那么狠 那你怎么干嘛的 晚上铺盖不够呢 多加上去 奶奶 汤糕多了 那个面倒到整鸡的层次 就在弄一头 五个工人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努力 中午十二点半 丁家每家的房子全都修缮好了 这回一家人再也不用担心住房的安全问题了 晚上睡觉也不会担心刮风下雨了 两不受伤保障的 那些农民都是过着好日子 这好安逸吧 说汗 没得好 赶上了饭点 丁家美的母亲刘古菊 一直在挽留工人 和来帮忙的第一书记李俊风等人 在家吃饭 扭不过老人 第一书记李俊风和村干部们只好留下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刘古菊和丈夫盖起了这个老屋 丈夫二十年前去世 这房子近五十年都没有这么大修过 这天 刘古菊特别开心 张罗了款待贵客的四道菜 来表达谢意 打扎的 打扎着饭 打扎着饭 打扎着 打扎着 要晒着 要晒着 要晒着饭 嗯 恩 交情 这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发生过后 或者是发生的 和以前我们学的医院 这个最近 这些都是他们 那他成也跟自己一样 以后成也跟自己一过 一个自己一是不是就有 知道那就还是三成也跟自己一 就等于一要求成也跟自己一 成也跟自己 那就是没一项 今年七月 丁申菊将迎来中考 父亲丁家美并不担心 女儿的学习成绩 因为在整个年级 丁申菊一直排名前三 跟很多同学不一样 丁申菊的梦想 不是考上乌西县最好的高中 而是想去离家最近的 尖山镇读高中 我们在那个里面考古 然后它就往后面倒那种 就这么倒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 结果然后就把它稳住了嘛 那段时间就特别平常那种 所以我就想去尖山 家的门口有一棵结香树 又被称为梦花树 这是丁申菊五年前种下的 据说晚上做了梦 大清早起来 趁没人的时候 要悄悄地去梦花树的枝条上打个结 若是好梦就可以实现 要是不好的梦也可以化解 这棵梦花树上已经有十几个结 这些结记载着一些丁申菊的美梦 我感觉我还经常梦见他们的 就梦见奶奶他们病好了呗 前段时间说不会放假 就天天梦到回来呀 结果一醒来还在学校 哎呀 所以我就想回来看一下啥 关键是他以前睡觉也睡不好了 你说我不在家里长个半呢 哎 女儿丁申菊的学习费用 丁家美都没担心过 2017年被识别为中港村建档利卡贫困户之后 女儿一直享受免输本费 免学杂费 而且寄宿生每学期还有625元的补贴 两免一补政策 让家庭贫困的丁申菊安心读书 下午四点 同村的陈自伦找上了家门 小朋友 来 我第一个红色红桃 我上那把你接一下 看下哪个红桃 这飞着正在红 我把关到哪里 哎 我怎么对 那两个人就在那里 二天之后就严肌同贵 这样跟你接啥 嗯 还继续搞啥 我就是说我不搞得了 当然完全给你管你肯定是不得行 是不是啊 我给你代管 代管了也不合 代管了代管了 对管了 按照洪池坝镇中风产业发展规划 不少建档利卡贫困户都因养风增收 政府给每个贫困户 每桶补贴400元 一年最多可以补贴10桶 共计4000元钱 丁家美从2018年底开始 跟村里的养风能人陈自伦学养风 34岁的陈自伦是靠养羊养风致富 一次意外他失去了左臂 从此不再外出打工 在村里搞养殖 2019年在驻村第一书记李俊峰的说服下 开始帮助像丁家美这样的贫困户养风 开始时丁家美怕被蜜蜂遮 不敢养 跟着陈自伦学完如何防护的基础上 现在又继续学习如何找风王 养红忍风望或找风望是很关键的 他要大一些 那个你最起码你王子要扔得到什么 他一般的红忍风把他包住一种 那不 他没包 风望正在缠绊 我缠绊他了 刚刚提醒来在缠绊 看 看 这是风了 它是黑的 对 这家美国看到了啥 它皮肤要黑了 它要过去了 它要过去了 它要黑的 你想翻的话比如说 翻的话你都要轻轻地在往那边 它就受到影响它要跑 你看到没 很难 刚刚找好赚钱门路 丁家美今年年初被确诊为小脑萎缩 有时就会摔倒 养风变得更加困难 丁申局知道 养风的收入对家里有多重要 周末在家的时候 他就跟着陈子伦学养风技术 风蜜跟那个风暖有没有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你看 它风格的形状都不一样你看 风蜜是那种 风蜜是上面 中间是风圈 发风圈 在地就它是红耳 比如说 有螺片 有螺鱼 看到女儿被遮了 丁家美起身离开了 陈子伦开启了玩笑 丁家美每年九月初取一次蜜 产出的蜂蜜都会被陈子伦收购 不用担心销路问题 正常的年景 十桶风一年的产出 约九十斤的蜂蜜 售价可达到一万元左右 宇丁家美家 隔山相望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刘古印 这些天特别开心 因为一条水泥路 修到了他家门口 建档利卡贫困户 都想到是他们能够不能走尼西南路啊 那都好的 现在那个时间的 还有咱那个服务品 这条路去年刚刚修好 给住在山上的几户村民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路修通了 刘古印和老伴下山背饲料 再也不会伸一脚前一脚了 这趟下山老两口又背回了 三十公斤玉米和二十公斤猪丝料 呢 准备了 一个人 就是 今天 不用 它 用 来 一公里的泥陀路 被硬化成了一米宽的水泥步道 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 第一书记李俊峰的压力 并没有减轻 五一假期刚过 李俊峰赶到了海拔 1600米的山坡地里 村民唐忠敏 正在为市众赤松蓉交地 早晨发现的蚂蚁 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 看蚂蚁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菌丝 它是有个窝 看这个菌丝都跟着蚂蚁 这个快出菌了 这个蚂蚁 大蚂蚁人成的 看这个对菌丝成长有没有影响 还有对后面出谷有没有影响 万一那个蚂蚁 把那个菌丝 或者是肤料破坏了的话 或者是带有着 这细菌让菌丝粘不起来的话 后面怎么办呢 那可能菌当出来 还会吃那个菌 我都是怕那种 我都是想那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赤松蓉这个产业 我不管怎么费劲息事 我都要真确地把它做成功 中港村到底适不适合 赤松蓉产业发展 第一书记李俊峰 和村干部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本来是想让村集体 直接参与进来 但是我们书记啊 包括这些觉得这个成本有点高 基本上风险太大 不愿意直接加入 但是第一次的栽培 能否成功十分关键 不过李俊峰和敢于尝试的 两位村民都满怀着希望 因为我们一直在家里 家里要照顾老人小孩 所以说如果这个菇的话 能够种出来时间短 每年还能够赚到钱就更好 相信这个付出 它有付出才有回报的 重庆市脱贫攻坚工作 已经进入百日大会战阶段 中港村驻村第一书记李俊峰 主导的赤松戎产业 能不能顺利推进 建档利卡贫困户丁家美的 养风增收计划能否如愿 攻坚日记将持续关注